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分享阅读圣经的时间 最近讲马太福音基本上每一次都讲到耶稣治病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依然与治病有关 而且治好的是一个瘫痪的病人 我们先看一下圣经怎么说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 有人用褥子抬起一个摊子到耶稣跟上来 耶稣听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小子放心吧 你的罪赦了 然后有几个文士心里说 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 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说你的罪赦了 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个更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是有誓罪的权柄的 就对摊子说 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个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众人看见就很惊奇 归荣耀于上帝 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这些个话里面呢 多了一些个重要的意思啊 过去呢就是我们读这个耶稣治病的时候 主要是耶稣有神迹的大能 他可以治病 耶稣是一个天理之间最好的医生 为什么会给人治病呢 他都有一个逻辑前提 就是这个人有信心 你的信心救了你 是吧 因为你有信心 所以耶稣才能把你的病治好 如果你没有信心 耶稣是不给你治病的 当然他没这么说啊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呢 圣经它有个很大的一个叙事 一个逻辑前提 就是如果你的信心足够大 耶稣是可以帮你治病的 那反之依然啊 如果你的信心很小 即便耶稣来到你面前也没用 是吧 这是我的理念 我的解释啊 但是这一节里面 有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就是耶稣他有两种这个能力 超越人类的能力 第一是赐罪 是吧 第二是什么呢 你起来行走 他有一种行动的力量 是吧 所以他对这个摊子说啊 小子你放心吧 你的罪赦了 就是他们赦免一个人的罪 也就是说这个人之所以是个摊子 是因为他的有一种罪 控制了他 所以导致他瘫痪 这时候耶稣说把你的罪赦了 你你这个瘫痪病就治好了 那瘫痪病治好 你就有起来行走的能力 所以他马上又说啊 旁边有人就议论他嘛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只是说他的罪赦了 我告诉你啊 我还可以让他起来 马上就走路 我信不信 结果就对那个人说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 那个人就起来 所以他在赦免罪和这个行走 这两个意义上 耶稣做了一连串的事情 我呢 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啊 就是你要知道 有一个最明显的事情 就是我们中国人啊 最清楚的事情 中国的所有的医院 现代性的医院啊 都是传教师建立起来的 什么湖南的湘雅医院呢 我所知道的啊 成都的华西医院呢 还有华西医科大学 都是传教师建起来的 北京的什么 以前的安政医院呢 还有这个北京的 这个什么协和医院呢 北京的同仁医院呢 这些医院都是传教师建起来 还上海的有好多个大医院啊 都是过去的传教师建起来的 所以呢 这个圣经里的治病 耶稣给人治病 他激起了所有的那些个 真正有信心人的 巨大的一个好奇心 因为所有基督徒知道 耶稣是能治病的 但是所有人基督徒都知道 耶稣之所以能治病 他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的互动 你必须要有信心 所以很多人 生了病以后 他不去吃药 他不去做别的事情 他就怪耶稣 你怎么不给我治病呢 你不是说你能治病吗 他很少有人怀疑 我的信心不够 是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看到耶稣能治病的时候 你心里一定要明白 耶稣是神 你呢 不过是人 这时候你一定要学习 是吧 向耶稣学习 所以我们说耶稣治病的神迹 激起了人类社会的那些个 真正热爱上帝的人 巨大的好奇心 和巨大的学习能力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学有所长 首先取决于他 是不是有好奇心 一个人之所以有巨大的好奇心 首先取决于他 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 这个话我说得很清楚 我再说一遍 一个人之所以有巨大的学习能力 甚至学业所成 是因为他有巨大的好奇心 所以我们从小 我们的好一点的老师都会说 你一定要培养孩子们的好 好奇心 但是我告诉你 好奇心不是终点 好奇心的前面 还有一个伟大的信心 一个人之所以有好奇心 是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信心 是吧 而伟大的信心前面 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就是人对上帝的信心 这是整个西方思想史 整个西方人的心灵世界的风景 中国人是不懂的 所以我就说过 一个人 是吧 你在面对圣经的 关于耶稣治病的 大量的记载的时候 你一定要心里明白 他的前提条件是 第一 第一个条件 耶稣是上帝之子 耶稣是神 是吧 第二 第一你就还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 既然上帝可以用泥土 创造人 然后赋予人类灵魂 他当然可以治好 人类所有的病 就像一个 我这个电脑 它是一定是有人设计的 如果我的电脑坏了 所有人都治不好 但是那个设计电脑的人 是吧 那一定可以治好 他一看就知道 问题在哪里 因为整个电脑都是他设计的太清楚了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没那么复杂 所以所有的权力条件都取决于 耶稣是神这样一个逻辑前提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有病 你需要上帝给你医治 你一定要有信心 第三 你有了信心以后 你就有巨大的好奇心 好奇心 推动你去学习 所以我说过 理解了这句话之后 理解了耶稣治病的神迹之后 你就要看见一个人 号称可以不吃药 靠练功 靠打坐就可以治病 这个人一定是骗子 一定是骗子 不管他是法能工 还是佛教头 还是基督徒 他都是骗子 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一个号称不吃药 就可以治病的人 号称打坐就可以治病的人 他不是一个上帝 他是一个普通的 跟我们一样的人 人没有这样的能力 一定要记住 一个电脑 永远修不好自己的电脑 只有一个设计电脑的人 才能修好这个电脑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所以一个人如果说 想帮助别人治病 唯一的办法就是 去学医 去学习 学习是一个 刚才说了 是一连串的事情 第一你得有好奇心 第二你得有信心 第三你得把信心要锁定 耶稣的神迹 耶稣可以治病的 理论上讲 人类所有的病 都是可以医治的 但是我们的学习能力不够 我们想耶稣学治病 学不到 学不到位 所以唯一的办法 你如果想学跟别人治病 唯一的办法 是去学医 而不是假装自己 有超自然的能力 为什么你不能假装自己 有超自然的能力 因为你不是神 你是人 你不过是人 这就是几千年的基督教的思想史 几千年的基督教的历史 大量的基督徒去学医的原因 学完医 然后去中国传福音 去建医院 一定要学 不学你什么都不会 你跑过去帮别人治什么病呢 你不是 你不是 你如果是这样 你就是个骗子 所以所有的那些基督徒 在中国建医院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在美国 在德国 在欧洲 在英国 有非常好的医学学习的背景 比如说这个非洲 有一个非洲的父亲 就是德国诺贝尔和平奖的 叫史怀哲 史怀哲医生 史怀哲医生 他本来是一个音乐的博士 他学过这个管风琴 是管风琴的博士 学过这个神医学博士 是吧 但是他想去传福音 他觉得非洲人太可怜了 传福音 他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学医 所以他把他的音乐博士 把他的管风琴的博士 神医学的博士 把他放到一边 我不要了 是不是 又学了八年的医学 拿到了医学的博士 然后利用他在整个欧洲的影响 你筹了一笔钱 然后去非洲 去建了一个医院 叫史怀哲医院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中国大量的 现代性的医院 都是欧美的传教士 帮我们中国人建起来的原因 中国的协和医院 中国的香养医院 中国的华西医院 都是传教士建起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的这样的 耶稣治病的神迹 看到耶稣的超自然的能力 一定要注意到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 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人 你没有超自然的能力 如果你想去治病 你好好去学习 你怎样学习 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 要有巨大的信心 要有信心 要有巨大的好奇心 要有巨大的学习能力 是吧 而且你要锁定 你的终极的学习对象是耶稣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 所有的在你的旁边 五迷三道的 你不用吃药 你就念念经就好了 你就什么打打坐就好了 都是骗子 都是骗你钱的 都是坏蛋 不管他是法轮功修念 还是什么基督徒在那里 说你不用吃药 就会治病的 这都是骗你的 好不好 这是我读的这一段文章 说的体会到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里面还讲了一个你的罪赦了 这句话一定要多思考思考 我认为就这么两句话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就是耶稣他是有赦罪的权柄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根本理解不了 因为有人用褥子抬起一个摊子 到耶稣跟前来 他没有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犯了什么错误 是不是有什么罪大恶极 上来就说 小子放心吧 你的罪赦了 你看他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小子有信心 他让他的亲戚朋友 用一个褥子 把他抬着 抬到哪儿 抬到耶稣的面前这该有多大的信心呢 是吧 那时候耶稣并不是个医生呢 是不是 所以说你的罪赦了 上帝是有赦罪的权力的 而赦罪的逻辑前例是你有罪 今天的中国社会 我告诉你 今天的习近平共产党社会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 一个不承认自己有罪的社会 一个不承认自己有罪的国家 一个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 上帝是不会赦免你的 你一定要记住 永远生活在痛苦灾难贫穷饥荒战争之中 这个国家绝对没有任何希望的 就像一个人 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 你如果信心不够 上帝是不会赦免你的罪的 你永远在疾病的痛苦中挣扎吧 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最大的现实 所以我这些年 随着我的年龄尊长 我就真的我就意识到了 中国这个国家呀 它不是说共产党时代就这样子的 每一代人 他都不承认自己有罪 这个东西麻烦了 你说这个晚清的时候 辞去太后 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罪 他反过来迫害基督徒 杀死了好多传教士 是吧 还利用这个异合团到处杀人放火 专门杀传教士 你说你这种国家 你这种朝廷 上帝能不毁灭你吗 他怎么上帝 怎么可能赦免你呢 共产党也是一样的 是吧 西胞子 习近平共产党 他不好好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还反而又反过来 破坏基督教 烧尸引尖 抓牧师 是吧 破坏基督徒 你说这种国家 他能好吗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 整个是处在一个巨大的 一个疾病的状态 咱也不要说其他的词 是吧 整个国家有病 叫人有病 天知否 哎 中国的老话 很好的 人有病天知否 但是人一定要承认自己有病 人有病 你不承认自己有病 你不承认自己有错 上帝就对你掩面不顾 所以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吗 你掩了面 我就惊狂 今天的整个中国 上帝对我们是掩面不顾 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 习近平不承认自己有罪 不承认自己有错 那你的整个民族 整个国家 整个文化 整个每一个人 你就得不到赦免 然后你就永远在同样一个错误中 反反复复的搅来搅去 几百年过去了 几千年过去了 还那样 我一直 我这几年看到了 中国的问题 过去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将来还是这样 没有任何变化 我跟你说 习近平现在搞成这样 把一个国家 我告诉你啊 下一个中国的大灾大难 一定是传说中的农民起义 是吧 共产党就是一场农民起义嘛 我告诉你 下一个先放共产党的 一定也是一场残酷的 近随恐怖主义的 所谓的农民起义 这个国家在同一个错误里面 同一个灾难里面 同一个罪里面 来来往往 未有穷气 这才是我们中国的真实的现实 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文章 你一定要仔细想 既要想我们的个人知识 也要想整个国家叙事 也要想人类的问题 想人类的近况 是很有意思的 我是每天都认真的去读圣经 然后呢 我是希望能够把我的一些理解 分享给大家 同时你一定要意识到 像我这样的人 为什么到我这个年纪了 还要背井离乡 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呀 是吧 我最近出了一本书 叫做我这些年 一直在重构自己 我希望有人能够拿去看一看 真的 我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定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逻辑前提 你一定要承认自己有错 因为你要更新自己 更新自己的逻辑前提 是你要承认自己有病 你都不承认自己有病 你怎么可能更新自己呢 所以我有时候看我自己的人生 这么一路走过来 有些事情还是做对了 对了一点点 但是呢 就哪怕就做对了那么一点点事情 我的人生真是就有一个巨大的天翻地覆的 我自己都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变化 谢谢大家